你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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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香港了 要開始我們的美食馬拉松 GO 我出現了 現在正在華新濱市 來開始我的香港第一餐 這邊是連陳奕迅都說 如果來香港沒有吃過華新濱 新冰室你就不算有來過香港 走 奶油豬扒包 我剛剛還不知道怎麼唸它 所以我在點餐的時候 店員是不懂我在講什麼 這顏色有沒有很漂亮 聞起來甜甜的耶 有點 奶油跟那個焦糖的感覺 但是先用那個奶油烤過之後再淋上煉乳 甜甜的耶 這個我喜歡 它的蛋跟我們一般的炒蛋不一樣耶 它的蛋可能真的是那種有點半身熟 或是就是沒有到全熟那種 所以它吃起來非常的滑嫩 而且它的那個蛋香味超濃的耶 剛吃完華西賓市 現在要來吃傳統的港式茶點 現在呢在聯香區 它是香港非常傳統的港點 史之鳳爪 這個好像是很難拿到的那個港點 因為我之前看人家實際的時候 就說這個要用搶的 它吃起來跟我一般平常吃的那種 因為我通常吃燒賣都是吃那個 微波食品的燒賣 沒想到真實的燒賣裡面這麼酷耶 給一口啊… 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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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一口 吃一口 看啦 school 看啊韓esis 這個是大鍋的 soup 超過的大飯 很爽 沒steam 很爽 我喜歡 剛吃完荷義太了 本來想要在裡面邊吃邊講口感 但是 人真的太多了 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這麼大吃 然後跟大家說一下 它裡面的腸粉 我覺得吃起來有點像台灣的麻醬麵 而且我覺得它麵條還蠻特別 它是一圈一圈捲起來的 我個人是覺得 還不錯啦 然後呢 它的那個豬皮蘿蔔豬皮超好吃的 因為它那個豬皮是很厚的那一種 然後因為它有炸過 所以它進到湯汁裡面的時候 你咬下去它的那個湯汁 會直接在你嘴巴裡面爆開 還有就是它的魚片粥 我覺得它吃起來 其實跟台灣的虱目魚粥有一點點像 然後吃下去的第一口 你會感受到媽媽的味道 成全了 剛吃完小吃之後呢 現在來吃 他們粵菜中的名菜燒鵝 然後吃的這一間呢叫乾...乾飯... 乾飯... 乾...乾飯館 乾...飯館 乾...飯館 再來吃這個 這個長得很奇怪的 生煎鵝乾... 鵝乾...鵝乾腸 我覺得它的樣子長得超妙的耶 它上面這個應該就鵝乾腸 然後下面這個就用一個吐司配著 香腸的感覺 香腸的感覺 長有點像香腸 但顏色不太像 好 接下來吃的呢 這個是燒鵝 給你們看看它的皮的顏色 我這樣抖太不會抖 它的那一層雞皮超好的 所以是咬下去那個油脂的香味 整個就是噴發 超香的 然後它的肉啊 比我們一般就是 常吃的那一種燒鵝 那一種的肉質還要嫩 而且非常的油滑 很好吃耶 吃完鵝之後 聽著這浪漫的音樂 看一下沖外的風景 這時候就是一個下午茶的時間了 你看多符合我的氣質啊 然後我剛剛翻了一下 其實我最想吃的呢 吃它的拉撒米粉 不信我要點蛋糕 這是要吃這個米粉的 米粉看來就要吃了 我要一層一個塔 跟一個薯條 有時候氣質就是從這種 環境聽著音樂 吃著甜點 延伸而來的 看看我 現在連打開這個餐巾的感覺 都特別不一樣呢 嗯 這裡有一個米豚鞋 大概是這種感覺 跟著我的 導遊走走走 它聲音好讓人緊張 先來吃這個蕃茄 蕃茄 蕃茄 就是薄餅裏面包冰冰涼涼涼的水果 就是薄餅裏面包冰涼涼涼涼的水果 超濃的 而且它不會讓人濃 那我覺得很不舒服耶 這個好香喔 你們在臉 你的臉 榴槤水晶豬 下面這個是用榴槤做成的冰淇淋 然後上面就是榴槤它本人 喔這個也很好吃耶 再來是羊汁甘露 芒果味好香喔 超濃郁的 這個是芒果奶淇 雙…雙皮奶 雙皮奶 雙皮奶 上面是奶酪 然後中間那一層是芒果的奶淇 然後再搭上上面是新鮮的芒果 這個也很好吃耶 哇 現在下午茶是這個 香港的宮和豆瓶房 這一間還滿強的耶 看它外表完全看不出來 它其實已經有百年歷史 然後它的豆類製品很有名 好像是店家很堅持用石膜的技術 但是你問我石膜的技術是什麼呢 分開 我現在站在避風塘的船上 床 不會變出 船上吃海鮮呢 有沒有覺得很酷 而且它不是你們所想像中那種很大勺的喔 它是真的就是一艘小船 超酷的 而且我剛剛在找它的時候 找到我在想說我是不是遇到詐騙了 這是一個很酷的體驗耶 哇 你趕快一點 我現在來到棒太太 剛剛在海鮮餐廳吃飯呢 我個人其實有點暈 所以現在要來喝這個調酒 不知道我等一下會不會喝到有點失控 而且它這個叫 它是May酒喔 只有May才可以擁有的酒 這個其實我本來沒有要點它 因為今天吃了一整天其實我已經有點微飽了 可是呢 因為它上面寫著拉薩 所以我就點它了 那個 整張英文我都看不太有 但是看到拉薩我就立刻就想點它了 再來看這個是牛油果 牛油果到底是什麼啊 味道怎麼有點像酪梨啊 最後一個當然要用香港他們最常拿來當宵夜的包湯來做結尾 這個牛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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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味道超濃的耶 它雖然裡面沒有豬骨 可是它喝起來有很濃的臀骨香味 而且它裡面是 它有臀骨的香味 有黑胡椒的香味 又有酸菜的香味 這種我超喜歡 冬天喝這個超棒的 冬天喝這個超棒的 嗯 嗯 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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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吃完我們的美食馬拉松香港自律 不過最後一站吃煲湯感覺超好的 因為本來其實有一點累了 可是一喝下去那個煲湯 那個濃郁的感覺 所以整個人活力又起來了 好像可以再繼續吃了 我開玩笑的 這裡好 好熱鬧喔 翠華 怎麼看起來很 我吃一個幸福的女子 在早上一圈 哦這是新鮮的 在大腸